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怕痒痒大家一定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有人说在湖北省宜昌市的后河 有一棵古树也怕痒痒 您信吗 您看 就是我身后大病悟上的这棵树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手指轻轻地挠树干的话 这棵树的树叶就会轻轻地摇摆 那么这棵古树有什么奇特之处 它真的会怕痒吗 湖北省宜昌市后河自然保护区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与湖南省接壤 距离省会武汉大约五百千米 这棵传说中怕痒痒的树 位于后河保护区长坡村 这棵古树在后河老百姓眼中 可不是一般的树 它是一棵神树 村民们说 古树是罗汉的化身 是后河百姓的守护神 每当村民们遇到什么大事 或者无法解决的难题 都通过神树占卜吉凶 据说如果用手指轻轻挠一挠神树的树干 树叶纹丝不动 就预示着这件事能成功 假如树叶轻轻摇动 则表明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会大祸临头 在这棵古树的旁边 一直居住着一户农家 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 守护着这棵神树 这棵古树真的会痒 能占卜吉凶吗 据当地村民说 后河就是一个聚宝盆 有很多神奇的珍宝 为了揭开后河神秘的面纱 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组织有关专家前往后河 进行联合考察 地理中国栏目的记者随同前往 后河自然保护区 位于武峰城区西南 距离城区有三十多千米 面积有四百多平方千米 地处北纬三十度 是中亚热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带 这里四季分明 雨水较多 年平均温度十二摄氏度 原始森林内常年气温十五摄氏度 最低谷的海拔四百多米 最高峰的海拔两千三百多米 在一般人眼中 植物会养养十分神奇 但是刘胜祥教授说 植物会养不足为奇 此微数就有会养的现象 刘胜祥 华中师范大学植物学教授 环境评价专家 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紫微树的俗名也叫养阳树 一般有碗口粗细 树高有七至十米 说话之间 科考队来到了一个叫百家坡的地方 刘教授在路边 发现了一棵紫微树 紫微树真的会养阳吗 我们准备现场测试 天空作美 刚刚还细雨茫茫 此时风停雨柱 这棵紫微树闻丝不动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轻轻地给它捞一下 请你们看看上面的叶子 不要看我这个手 看到没有 动起来了吧 而且不光是一个地方动 整株都得动 此时树叶真的像怕痒痒一样 开始轻轻摇摆 眼前的情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树叶摇摆是否是因为刘教授用力偏大而引起的呢 记者决定亲自试一试 看来 这棵紫微树确实像传说中的那样会痒痒 那么其他紫微树也会痒吗 记者在旁边又选了一棵紫微树 这个还有中 这个 也试试看 现在上面都没动 好 我们先看这个处理是静止的 这个比三个还明显 看来紫微树确实有怕痒痒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紫微树独有的 还是生长于此的其他树木 也会有这种现象呢 记者决定寻找一棵其他树种现场测试 在不远处 我们找到了一棵高低粗细和紫微树相似的树 这个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柿子树 为了和养养树对比一下呢 我现在来挠到这个柿子树 看看它的叶子呢 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这个看来是确实没什么反应 经过现场测试 紫微树确实有痒痒的现象 这不禁让人感到十分神奇 我们一般看树的话都是下面到然后慢慢地往上走 就慢慢地弃 它是这样一个离体的结构 是它稳定的 也会比较美 可能大树都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是这样的 但植树有的有的奇怪 你看从基部一直往上走 对 几乎是一样 几乎是一样抽就上去的 几乎一样 刘胜祥教授说 紫微树之所以会有怕痒痒的现象 和它独特的外形有关 树干细致 树关的枝条多而细长 导致树关较大 整个树木的重心位于上部 头重脚星 另外 紫微树的树干对振动十分敏感 有一点外力碰触到树干 树干就会振动 进而导致树叶摇摆 经过刚才的测试 大家推测 后河长坡村怕痒的古树 可能就是紫微树 但是 为什么村民说它有时痒 有时又不痒呢 为了最终确认 科考队决定到长坡村现场考察 我们在前往长坡村的路上 遇到后河保护区的几位工作人员 得知我们要去考察长坡村的古树 野保工程师王叶青告诉我们 他曾经在前面不远处的森林里 发现过另一种神奇的物种 据当地人传说 这种生物形似鸟巢鸟蛋 能够预测当年庄稼的收成 能预报收成的鸟蛋 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物种呢 科考队按照王工程师的指引 在一片布满枯枝朽木的森林里 仔细寻找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搜寻 没有发现这种鸟蛋 后来这一次 我们将遗憾地与它失之交臂 此时向明喜工程师想起 他们当时发现这种鸟蛋的时候 拍了照片 经过仔细辨别照片 刘教授给出了结论 你看它的形状像个鸟巢一样 里面的话一个两个三个 像鸟蛋一样 这叫蛮很形象的叫鸟巢菌 刘教授说 鸟巢菌属于一种真菌 分为白毛红蛋和龙门黑蛋鸟巢菌 后核发现的鸟巢菌 是龙门黑蛋鸟巢菌 它大小如同一分到五分前的硬币 主要生长在枯枝朽木上 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 鸟巢菌中这些像鸟蛋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鸟蛋里面它就是可以产生后代的 用鸟的里面 它这个你这样的就是在这个真菌里面 它的繁殖器官叫包子 刘盛祥教授说 每年的夏秋季节鸟巢菌生长繁殖 雨水越充沛 它的包子就越多 所以当地村民说 鸟巢菌能预报收成 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后核的鸟巢菌啊 能够预报收成 看来这都不是谣传 那么后核自然保护区 长坡村的紫菌树能够占卜吉凶 又是真是假呢 科考队经过现场测试 这紫菌树的确有怕养的现象 长坡村的古紫菌树 为什么有时候怕养 有时候不怕养呢 接下来的后核科考之行 还会有新的发现吗 科考队继续向长坡村方向行进 在一个人际罕至的山坡上 科考队员的眼前突然有一个黑影略过 猛然看过去 它既不像鸟也不像蝙蝠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十分幸运的是 我们的摄像机恰巧拍到了它的影像 专家反复观看了我们拍摄的画面 虽然画面只有短短的几秒 但他断定 这就是红白无鼠 红白无鼠是一种镊齿动物 体型很像松鼠 大小也和松鼠相似 它们以树木的果实 种子 嫩芽嫩叶 以及昆虫等为食物 专家说 红白无鼠会把一些吃不完的树种 埋在洞穴周围的土壤里 这些种子来年就会发芽生长 红白无鼠的这一生活习性 使得周围的树木得到更好的繁育 所以很多树木和它是一种共生关系 后和原始森林丰富的植物 给红白无鼠提供很好的食物等生存条件 而红白无鼠的存在 也使得这里的植物更加繁茂 红白无鼠的出现 给科考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也使大家更加期待 早一点见到长坡村 那棵能占卜吉凶的紫薇树 科考队继续前行 从发现鸟巢军的地方 到长坡村 距离不过八千多米 但是由于山路崎岖 泥泞施滑 科考队历经近三个小时才到达 在长坡村 记者找到了看护古树的村民 我听说这个树 它会痒痒是这么回事吗 他们是说抠它它会痒 它会动 会动 那你能带我们去看看这个树吗 可以 村民告诉我们 几年前 外地的一个花卉老板 要花二百多万买走这棵神树 村里人断然拒绝 因为在村民们眼中 这棵古树是无价之宝 尽管现在很少有人用古树占卜吉凶 但是它依然是山村的保护神 村民说 这棵古树是罗汉的化身 在树的半中央 就有一个生披袈裟的罗汉 树上有个罗汉 罗汉 披的袈裟 披的袈裟 在哪啊 那个叶子中间 叶子中间 这边一个包 上面是它的头 圆圆的 那个光的那个 对 在当地人眼里 古树不仅能占卜吉凶 而且还有唯妙唯孝的罗汉 因此村民们十分敬畏古树 树干上的这个凸起 确实有些像传说中的罗汉 但是经过仔细观察 专家初步推断 这个形式罗汉的凸起 是一个树瘤 树瘤是树木在受伤后 细胞无性繁殖 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 形成树瘤的原因有很多种 有外力损伤 也有病虫害造成的等等 村民们眼中的这棵神树 究竟会不会痒 会不会占卜吉凶呢 对植物见多识广的刘胜祥教授 看到这棵古树 不知道为什么显得异常兴奋 当众人都对古树议论纷纷的时候 他却一言不发 仔细地观察着古树 刘老师我看您非常仔细地看了很长时间这个树 为什么呢 刚我走进这个大树的时候 的确给我很震撼 你看 它这个树啊 从下边往上面不到三边的地方 有两个斗鱼的分支 真正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非常少见 而且胸筋这么大啊 这个也是我什么 就是这个树这么粗的 把一个人在那边去拉过去 拉过去 把他拉过去 一据现场的测量数据 刘教授推测 这棵古紫微树 大约有1300年的树林 既然这棵古树也是紫微树 那么它是不是也怕痒痒呢 此时天空阴沉 一丝风也没有 大家来到古树旁边 纷纷上前触碰树干 测试古树是否会痒痒 好像没有太大反应 没有啊 出乎意料的是 这棵紫微树丝毫没有反应 似乎并不怕痒 难道真的像传言中所说 这棵古树时痒时不痒 村民依此来占捕吉凶呢 紫微树都怕痒 后核这棵千年古紫微树 为什么不怕痒呢 村民解释说 这是因为古树占捕吉凶 卸了天机 上天迁怒于它 十几年前古树遭遇了雷劈 从那之后就再也不会痒痒了 但是考察队并没有在树干上发现古树被雷电击中过的痕迹 看来这种说法只是人们对古树不再痒痒的一种想象而已 从外表上看 这棵古紫微树高大粗壮 它不怕痒是否与此有关呢 对于记者的疑问 刘盛祥教授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和助手们在古树的周围仔细地寻找着什么 难道这棵紫微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是什么 刘教授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寻找它呢 这里面是种子了 种子包在里面 它有四半 通过它的大小可以判断 它和它是同一个熟的 但是不是一个种 就是它另外一个兄弟那个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对对 它的大个才叫羊羊树 它的反应很明显 这个你看今天你泡了半天 对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找到这棵古树的种子 刘教授十分兴奋 他通过目测找到的果实 初步推测 这棵古树属于紫微树 但是它和我们考察途中测试的紫微树不同 不是那种会养的紫微树 很有可能是湖北省境内 发现的一个新物种 当地村民之所以传说 这棵古树会养 是因为它的外形和紫微树相似 加之树干上有形似罗汉的树柳 以及各种巧合 误认为是紫微树 刘教授查阅了相关资料 最后确认 这棵古树是南紫微 虽然它不算是植物界的新物种 但是刘教授说 一千多年的古紫微 也是世间罕见的无价之宝 告别了这棵千年古紫微树 离开长坡村 在返程途中 考察队发现 远处一位老人 正在树干上 枪打着什么 老人的举动 让考察队感到非常好奇 老人为什么要把铁片 钉入树干呢 难道这样不会毁坏古树吗 老人你好 您这是钉的一个铁片 为什么要往树里钉啊 铁片在里面 别人用斧头一砍 它就缝着铁的 就不能拿斧头砍的树了 就不能拿斧头砍的 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告诉我们 村民们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把家里不用的铁锅和锄头等铁器 砸成小碎片 并进树干里 随着树木的生长 铁片逐渐与树干 融合在一起 老人告诉我们 后河的村民在树干上钉铁片 都十分小心 都是顺着树干生长的脉络 钉进去 随着大树不断长大 树干里的铁片 也越来越多 符合锯都无法伤害它 经过几天的科考 科考队发现 后河地区 比较好地保留下了原始的生态环境 面积不大的后河 为什么有千年古子威这样的珍稀物种呢 经过详细调查 初步得出结论 首先 后河具有独色的地形地貌 西北是独里 西边是张家大尖山 南边是湖平山 东边是南山 后河四周被高山包围 形成了一个盆地 盆地如同一个天然屏障 很好地保护了这里的冻植物 发源于张家大尖山的后河 为这里的冻植物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你看在四周都很高 四周都很高 中间很低 对整个 维护这个里面的 相对小的环境里面的气候 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你不管是北边来的冷气流 也好 南边来的热气流 它经过的地方 它都过不了最高的地方 其次 后河自然保护区的海拔落差比较大 最低处和最高处 海拔相差将近两千米 较大的落差 给不同的冻植物 提供了各自适宜的温度 第三个原因是 第四季冰川 对后河的生物 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虽然在第四季冰川期 冰川覆盖掳地 极寒天气造成了 地球生物的大规模灭绝 但是到了北纬30度 冰川就逐渐减弱了 更重要的是 在第四季冰川来临时 后河的盆地地貌已经形成 冷空气和冰川 没有侵袭到后河内部 很好地保护了这里的生物 世代生活在后河的土家人 敬畏后河的林木生林 祖祖辈辈守护着这片土地 他们已经和这里的山水融为一体 这或许是后河能成为生物王国的重要原因 在跟随科考队考察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记者有幸看到了很多珍惜的动植物 但是印象最深的一幕 还是那个被保护树木 在树盖上钉铁片的老人 他已经70多岁了 依然不辞辛苦去保护这些树木 他说这些大树是宝贝 其实有很多地方曾经拥有 和后河一样的珍惜物种 但是为什么后来消失了呢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呢 更多的是当初没有珍惜 没有把它们当作宝贝去守护 珍惜环境 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刺激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